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2年的5月22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从澳洲大选工党上台 看美国中期选举极大可能是共和党夺回参众两院 昨天5月21日是澳洲大选日 初步计票结果,工党获胜 这次工党能在大选中获胜 原因最主要就是这一两年经济逐渐恶化 物价飞速上涨 老百姓不在乎什么,你对中共强硬不强硬 极少数人会关注这种国际大事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 我只是觉得我的生活好不好 我赚钱有没有比以前多 生活的容易还是不容易 而这一两年来,物价实在是涨得太多了 很多商铺企业倒闭 很多人失去工作 政府发的那点补贴在飞涨的物价下 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顶什么大用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他们不会管什么国际大环境 或者是整个经济规律在起作用 他们就认为那就是莫里森的政策不好 是政府治理的不好 所以的话,他们就想要换一换 让工党上来了 再有莫里森政府在这次疫苗中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 强制打疫苗,不打疫苗,不能工作 也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 那么工党上台对澳洲的经济和各阶层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接受难民会增多 这一项是工党的政策 对于有投资房一直出租困难的人来说 是个好消息 但是工党能大量的接受难民吗? 要知道接受难民 安置难民是要花很多钱的 工党一项治理经济不行 但在花钱上是很大手大脚的 花大学人的钱 他们收买人心 收买依赖政府福利的那些人的选票 一项是他们的长项 但有一点 澳洲政府还有钱吗? 之前由于疫情 莫里森政府已经花了很多钱 财政早已经不堪政府 新上来的工党想要花钱 他的有钱让他花啊 现在连美国国债价格都在走低 美国国债都不好卖 还有机构会买澳洲的国债吗? 国债卖不出去 他怎么印钱? 所以工党想要印钱 也是有心无力 所以难民也不会接收那么多 因为安置难民需要大量的金钱 在有在整个全球经济都很惨的情势下 各个商业企业都在苦苦支撑的情况下 新来的难民若不能很快找到工作 一直花政府的救济 一是政府本来也没钱了 二是难民若不能很快找到工作 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这点工党能承受得住吗? 所以即使工党上台也不可能大量的引进难民 但是工党会托房市 政府和买房人共有产权 让很多咱们够首富的人上车 这个政策短期内能托住楼市不下跌 也能忽悠住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上车买房 但是最后要看美联储加息的力度 美联储若持续加息 那么澳联储也要跟着加息 这些买房的人收入会增加吗? 当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是怎么爆发的 不就是很多穷人买了房之后 最后供不起了吗? 这些被政府忽悠买了房的人 收入入不增长 利息一直涨 基本生活物资和必需的食品价格不断上涨 他们最后断购怎么办? 还不是一地鸡毛 美联储加息也不是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加的 他也要看通胀的 现在美国通胀在8%左右 高出美联储2%的目标一大截 所以加息这条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知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曾经加息到20% 才遏制住高企的通胀 澳洲在1982年也出现过16.5%的高利息 而自1969年到2022年平均利率是6.42% 即使这次通胀 美联储和澳联储不会把利率提升到10%以上 但是若到历年的平均值6%左右 那些收入低的人也很难攻得起房贷 但是政客都是混蛋 他们不管以后怎么样 先弄个政策出来 忽悠有些人投他的票 让他上台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民众都是健忘的 他已经上台了 之后政策再怎么出来 他就不管了 从澳洲大选可以看出 美国这次11月份的中期大选 共和党有极大的可能会夺回参众两院 原因是民主党上台后 虽然大洒币 让很多人待在家里不工作 就有钱花得到了实惠 但是现在美国政府也没钱了 这些补助基本停止了 但是通胀却上来下不去了 老百姓不会在乎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出了多少力 是怎样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者的 更不会在乎民主党是怎么阻击中共的 绝大多数人只在乎他的面包的价格有没有上涨 加的油钱有没有上涨 他每月的生活支出是不是又增加了很多 收入是不是又减少了 现在民主党这两年的一系列政策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日渐艰难 那民众就想再换个党来执政 所以民主党这一系列的骚操作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他们自己的脚 民众会转投共和党 若投票机还在的话就另说 经过这两年若共和党在邮寄选票和投票机上还没有想好应对的招数 那也是共和党活该那就一直让民主党在台上吧 还有的网友认为工党上台会和中共好会和中共继续勾兑 因为工党一直是这样的这点上我同意 但是若想像以前一样继续跟中共勾勾搭搭打得火热不太可能了 即使工党内心极想这么做他也做不到了 一是中共本身的经济在变差 想像以前那样买买买中共根本做不到了 既然你不买买买了利益少了很多 这关系变差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点是美国会施压 连跟中共那么好的德国和法国都被美国逼的转向了 何况澳洲呢 很多人说澳洲为什么要挺美国的 一是美澳之间有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利益 另外澳洲的国防要靠美国 若没有美国的国防防卫 澳洲就会花更多的钱在国防上 既然要美国防卫 在某些方面就要跟随美国 你不可能又享受着美国防卫带来的好处 又自己另立山头 怎么可能呢 欧洲澳洲加拿大这么多年福利这么好 还不失败美国防卫所赐 虽然自己也出了一部分钱 但这比全部自己建立国防要省很多钱的 在这点上 德国和法国就很不地道 所以借助俄乌战争 美英好好的收拾了一下德法 也另外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 就是乌克兰 波兰 还有一点 有的网友说 澳洲昨天大选上演了美国2020大选的剧本 用的是铅笔 我昨天投票时确实是铅笔 但我没想那么多 难道工党作弊了吗 这个在没有确确的证据出来之前 我不做评论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好